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兩天有人出來爆料說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腎衰竭了,剛剛換了腰子,這個消息是不正確的 對於爆料我是一向都非常支持的 但是爆料一定要謹守一個原則,就是要真實 如果為了吸引眼球,為了增加點擊量去編造一些故事 從長遠來看是對爆料者非常不利的 因為時間長了,人家這一看每次都說假話 就會把你當成騙子,今後你想說幾句真話的時候 都沒人聽了,所以得不償失 那為什麼說王岐山沒有衰竭? 因為腎衰竭的人他一定會有一個症狀 腎衰竭之後身體毒素排不出去,就會在皮膚表面沉澱 那麼這個皮膚就一定是發暗的 尤其是兩個眼眶一定是烏黑的 而王岐山他沒有這個症狀 在最後一次他露面應當是12月6號 他露面的時候紅光滿面,膚色非常的正常 應當說在他這個年級的人來說是膚色非常好 所以說身體沒有大問題,尤其是腎臟不會有問題 那我也向國內的北京的政治圈的朋友去了解了一下 他說王岐山現在身體不錯,但是心情非常差 為什麼心情非常差呢?因為王岐山這個人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是喜歡做事,做事就是喜歡做那些 這個有挑戰性的難度比較大的事情 這個人也有能力有才幹,他過去在中共體制內被叫做救火隊長 哪個地方有困難他就能去處理,處理好了 他就聲望就提高了,影響力就加強了,他的權力就擴大了 做事情是為了攬權,所以他是特別喜歡攬權的 那麼現在他既沒有事情做也攬不到權,所以說心情不太好 過去這大半年基本上就沒有做一件真正的跟權力有關的事情 比如說在九月份的時候他去了一趟廣東 有很多人猜測說他肯定是代表習近平到廣東去布局 如何鎮壓這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實際上不是的 他那幾天行程排的很滿 都是推廣什麼中國文化、參觀什麼藝術展覽、風花雪月講的多 但是跟核心政治圈的事情一點關係都沒有 十月份的時候他去了一趟日本參加日本天皇的登基典禮 也不是真正的能跟權力核心有重大關係的事件,理性的外交 到了十一月份見過基辛格、見過比利時的公主 都是沒有實權的人 所以王岐山現在他的心情是非常差的 尤其是十二月份的時候 中共他開了一個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七個常委都參加了,沒有王岐山的份 所以說現在他是大權旁落 有時候他這個心情是鬱悶到,甚至是忍不住都要講出來 他是個很有臣服的人,但是太鬱悶了 有時候就表露出來一些情緒 比如說他在七月份的時候見到墨西哥的外長 他們兩個人談話 他跟這個墨西哥外長是十幾年以前就見過的 王岐山就說你看看你現在已經真正的做外交工作了 那我老了現在只是協助習主席做一些理性的外交 還說主席叫我做點什麼我就做點什麼 表面上看對於政治不懂的人 但是對於中共不理解的人以為他好像是 現在閒雲野鶴,自得其樂了,不是的,這是在吐槽啊 這是在說我現在實際上已經被排擠出局了 已經不在這個核心圈子裡面了 這個酸楚感、這個失落感這是易於言表 也就是說現在王岐山他是為尊而權不重 民高而實不服,對於這種狀態他是非常不滿意的 那有些朋友可能會說他現在年紀也不小了 70歲了,是該退休了,是該移養天年的時候了 實際上對於普通人來講確實是如此,王岐山不是 如果是2012年他就退下來了 就退出這個權力核心圈,移養天年,那當然是可以的 現在太遲了,因為2012年到2017年這五年之間 他做了太多的事情,他為了幫習近平掃清政敵 為了幫習近平集權,他展開了一場反腐運動 實際上是選擇性的,來肅反政敵 這五年之間被他整數的人有上百萬 其中這個國級、副國級的、省部級的就有好幾十上百人 所以說他現在是仇人滿天下 而這些仇人他們雖然自己被整下去了 但是還有很多人同情他們,還有很多的門生部價 所以說這些人隨時都有可能向他發起反攻 那麼為了防止他們發起反攻,為了自保 他就一定要大權在握,一定要掌握權力 一定要有自己的人馬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才能夠保住自己的這條老命 沒有大權,老命就不保 所以說王岐山現在他不僅僅是跟過去年輕的時候一樣 喜歡懶權,現在懶權是關係到他的身家性命 所以說現在大權旁落他心情好得了嗎? 那麼這個大權旁落是誰造成的呢? 就是他過去權力輔佐的這個習近平所造成的 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時候就把王岐山給弄出了常委 有人說他年紀到了,中共體制內有一個規矩 一個慣例叫做七上八下,就是到了67歲 你還可以繼續留任,但是68歲的人就一定要退休 但是這只是一個慣例,那習近平是可以打破這個慣例的 習近平那個時候他已經王岐山幫他把政敵都給掃清了 所有的人都怕他了,那個時候他要破除這個慣例 那不是輕而易舉嗎?他不僅僅是能破除慣例 他連中共的成文的規矩,寫在憲法上面的規矩 他為了實行終身制,他都把他給廢掉了 打破一個慣例算什麼呢?把它留在常委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他不讓他留,讓他出了常委 那出了常委你也可以給他一點實權 比如說在中央軍委安排他當個副主席 也是可以的,不讓他掌握槍桿子 槍桿子不掌握,你可以讓他掌握一個刀把子 王岐山過去是搞中紀委的,那在2017年的時候 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國監委,把中紀委好多這些機構 這個刀把子、專政機構 歸納到集合到一個部門,國家監察委員會 你可以讓王岐山去在這個國家監察委員會去領先主演 也可以,但是不讓他掌握刀把子 那你最後你讓他掌握錢袋子也行 安排他去搞金融、搞經濟,這是王岐山的長項 王岐山過去曾經很長時間在朱鎔基手下做這樣的工作 而且成效也不錯,但是錢袋子也不讓他掌握 你沒有這個錢袋子你過去所收攬的那一些部下 那怎麼能夠繼續團結在你的周圍呢? 時間一長,你沒有這樣的資源,你這個隊伍也就會閃掉 隊伍閃掉了,這是王岐山最害怕的 那習近平現在已經把他完全的從這個權力中心排除掉了 完全不讓他掌權了,給他安排了一個國家副主席的職位 這個職位就是一個虛位,沒有實權的一個位置 所以說王岐山現在心情極其鬱悶 那為什麼習近平要對王岐山採取這樣的手段這麼絕情呢? 第一個是因為習近平他當了現在的皇帝了 當皇帝的人做獨裁者的人一定是刻薄寡恩的人 你不要以為過去曾經跟他蓋過一條被子 過去曾經幫他立下過漢馬功勞,他就會對你感恩戴德 歷史上的帝王沒有幾個有這樣的性格特徵的 有這樣的性格特徵的人反而是當不了帝王 習近平同樣是如此,飛鳥進梁宮廠,狡兔使走狗噴 這是所有的獨裁者都遵循的一個原則 那除此之外習近平還有實實在在的理由 要把王岐山從權力核心排擠出去 因為王岐山他這個人有三個名聲 第一個名聲就是能幹,剛才說到了 過去廣東出現了金融危機 王岐山去到那裡去搞定了 後來在2003年的時候出現了非典 在全世界都造成了對於中共政權的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那個時候王岐山又出來到北京去當市長 把這個事情給搞定了 後來又搞了這個反腐運動 所以說這些都是大動作 而王岐山做的都非常的漂亮 都達到了他的這個目的了,都控制住這個局勢了 所以這個人的能力是不一般的 這在中共黨內是公認的 第二個是青年,中共黨內的很多人認為 他是這個王岐山,是青年的,是出屋裡而不軟的 因為他沒有後代,所以大家覺得你貪這麼多錢 給誰呢?你自己這麼老了,能享受的都已經享受過了 認為王岐山是中共黨內稍有的很青年的人物 那第三個名聲就是王岐山這個人很博學 當然了,真正的和真正知識分子比起來 王岐山真是算不得什麼,都是屬於這個業餘水平的 但是在中共黨內,在中共高層裡面 他算是喜歡讀書的 而且他也受過正規的系統的歷史訓練 所以說跟一些知識分子能夠互相唱和一下 所以在黨內人家一吹就變成了博學了 那麼有了這三個名聲,能幹、青年、又博學 這在共產黨內,那就是鶴立雞群 所以他的聲望非常的高 而習近平他作為一個皇帝 他當然是不喜歡走下,有聲望這麼高的人 第二個就是他權力非常的大 因為他已經在過去這些年已經在好幾個系統 把他自己的隊伍帶出來了 他長期的搞金融,所以在金融系統裡面有他的人馬 那後來又搞反腐抓中紀委 大家不要以為他僅僅是在中紀委裡面有他自己的人馬 因為中紀委他要查案,在全國查案 查案是需要眾多的單位一起來參與,一起來協助的 在辦案的過程當中,從中央到地方的這些公安單位 國安單位、檢查單位、法院系統、政法委系統 所有的這些系統的慢慢的就都成了他的人馬 那有了這批人馬了,又有了這麼高的聲望了 你說習近平是不是感覺到臥榻之策,有他人酣睡 那麼他怎麼睡得著覺呢?所以一定是要把他給拿下 王岐山也算是功高蓋主,也算是名大概主 所以說習近平是一定要把他拿下不可 最讓習近平受不了的就是王岐山他手下有一幫智囊 文人默克,這幫人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嚼舌頭 雖然不是在大庭廣眾之下,但是你在這個私密的場合 說了幾句習近平的壞話,抬高了王岐山 把王岐山說成是這個英明領袖比習近平高出100倍 那麼今後王岐山取代習近平,大家覺得就是順理成章的 雖然是在私密的場合講,但是習近平他總是有一些耳目的 總是有人會把這些小道消息匯報到他那裡去 只要有一個人這麼說一句,習近平就對王岐山埋下了這種 心裡面埋下了猜忌的種子 這個種子在獨裁者的心目中會迅速的長大 他的權力越集中,他的猜忌就越強烈 到了2017年的時候,習近平就找到了一個機會 把王岐山的權力給剝奪掉,因為那個時候 中共體制最高層要舉行換屆,那習近平就利用 這個體制內的一些規矩,把王岐山排擠出局 但是僅僅剝奪他的權力,那是遠遠不夠的 還要搞臭他的名聲,因為那個時候 王岐山的名聲實在是太大了,名聲實在是太好了 對於習近平已經形成了威脅 因為這個名聲隨時都有可能轉化為政治上的號召力 政治上的行動力,所以說必須把他搞臭,那怎麼樣搞臭他呢? 中共體制內的所有的這些高官都有兩個毛病 第一個是貪財,第二個是好色,王岐山同樣如此 只不過是他過去隱藏的比較好,讓大家覺得 他這個人是不貪財不好色的,實際上王岐山貪財的程度 絕對不亞於任何其他的這些紅色大家族 他因為過去長期的主管金融領域,所以說在金融方面非常的通 對於收刮名字明高,然後把他在全世界布局 那是相當有一套,海航集團就是他的一個金脈 他也是相當好色的,雖然自己沒有這個婚生的子女 但是因為他搞的女人多,所以非婚生的子女 那是非常的多,把這些曝光出來 那王岐山的這個個人形象就沒有辦法維持了 他的政治號召力也就基本上上失了 那麼怎麼樣把王岐山的這個名聲搞臭 把他的這個貪財好色的行徑曝光出來 這也是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的 因為你不能夠像對待薄熙來、周永康那種手法 直接把他們的罪行公佈出來,讓全天下人都知道那是不行的 那樣會對於習近平他個人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王岐山過去是習近平的人 幫他立下了汗馬功勞 習近平要想維持他的這個統治地位 他就一定要維持一個他自己的班底 忠於他,絕對忠於他的班底 如果讓大家看見了王岐山為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現在對他有所猜忌,反過來一棍子就把他打死 那對於整個這個班底的士氣會有極大的影響 會造成離心離德的局面,對於習近平不利 所以不能這麼做 第二個是不能夠讓這個曝光這個範圍太大 讓全天下人都知道了王岐山是一個大貪污犯 那這個反腐的主將本人是一個最大的貪污犯 這對於中共統治的損害也是相當大的 所以說曝光的範圍一定要縮小 一定要保持在一定範圍之內 最好是保持在政治活躍圈 中共高層最多不到中層這一個級別 這樣就對於王岐山形成實質性的傷害 而不會傷害到習近平 所以說這件事情是需要高超的技巧的 但是最後他們居然就找到了一個辦法 非常巧妙的辦法,就是說不能夠從國內 從黨內找一個人來對王岐山發起進攻 因為這樣王岐山他有可能運用他手中的權力 對那個人來進行打壓 而習近平你也不能夠去阻止王岐山來打壓 因為你得表面上維持王岐山是你的人的 這樣的一種局面嘛,所以說這種情況下 就從海外來找一個人來爆料 那這個海外中共當然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肯定能找得到一個適合的人選 那麼最後他們就找到了一個通緝犯 一個逃犯郭文貴讓他來爆料,也是言之成理的 郭文貴跟這個王岐山他們之間 他可以說是有仇的,可以說是有仇的,不見得真是有仇 但是這麼一曝光,王岐山首先是他沒有能力到海外去進行反擊 中共體制內所有的人也不能夠允許他去海外進行反擊 所以說他沒有給自己洗白的,沒有壓制爆料的這種可能性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在國內那些聽到這些爆料消息的人 他也沒有辦法,尤其是黨內的人他沒有辦法證實 王岐山確實是犯了這些罪行,確實是有這些劣跡 大家只是開始懷疑,然後在自己的圈子之內開始議論 這一懷疑一議論,王岐山的這個名聲就沒了 只要大家對這個人有所懷疑的話,那麼對他的支持度就一下子就上失了 所以這個招真是非常的高超,就是在虛實之間讓你琢磨不透 最後達到的效果就恰到好處,恰恰是傷害了王岐山 而絕對沒有傷到習近平,反而是習近平從這裡面 是一個最大的利益獲得者,他把自己身邊的一個定時炸彈給解除了 把自己對自己威脅最大的一個人,把他的權力 把他的名聲給徹底的摧毀了 那關於那一場爆料運動的這個始末過程 我就不給大家介紹了,我相信很多油管的觀眾聽眾都有所了解 那麼最後的結果就是王岐山受到了極大的損害 他的經脉斷了,海航集團完了,他的聲望受到極大損害 在黨內的威望已經沒有了 那麼王岐山他也是個聰明人,他這個爆料一提到他的名字 那個時候他就開始隱藏起來了,隱居了好幾個月 應當是兩個多月沒有露面,那麼他在幹什麼呢? 他就在琢磨到底是誰幹的 當時剛開始的時候他肯定是先懷疑是江派的人幹的 因為他這個反腐運動他跟江派結下了死仇了 江派人有理由幹他,但是他後來派出了他的一個親信 就是這個安全部門的中紀委的領導叫做劉彥平 出來了解,通過各種方法試探 最後發現不是江派幹的,而是習近平親自主持的 親自操刀的,王岐山一下子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後來他就結束了他的身影,就露面了 但是露面之後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一下子雖然只有兩個多月,但是好像是老了十歲 神情非常的落寞,非常的憔悴 因為他知道習近平既然已經對他動了這個心思 他是現在暫時是沒有方法反擊的,只能夠接受 當習近平達到了他的目的,削弱了王岐山的權力 搞錯了王岐山的名聲之後,沒有對王岐山趕盡殺絕 而是給他安排了一個位置,當國家副主席 我記得2018年3月份的人大上面 當選舉結果出來之後,王岐山當了副主席之後 當然沒有什麼真正的選舉,都是習近平安排的 習近平就悄悄的問了一句王岐山 王岐山站在他旁邊,他說這下你滿意了吧 王岐山說滿意,雖然是兩個人說的悄悄話 但是這個淳語後來被專家給解讀出來了,是這麼說的 大家想想王岐山當時他嘴上能說不滿意嗎? 人在屋簷下你能不低頭嗎?但是他心裡面又怎麼可能滿意呢? 我過去為你出生入死,你現在對我在背後放冷箭 背後捅刀子,我難道能不恨你嗎? 但是現在我必須得忍著這口氣,得等機會,我還是有能力的 他當然有能力了,現在王岐山的過去的這些舊部 還沒有完全離他而去,現在僅僅是離2017年兩年嘛 過去的那些舊部現在還有一些人,一定還有一些人忠實於他的 再過幾年就難說了,時間長了你沒有資源來維繫這個隊伍 隊伍就會散掉,第二個是他在國際上的關係依然還在 當然了,這個關係也是越來越淡 你長期的不在權力中心,你這些關係今後就斷了線了 就用不上了,但是現在還可以用上 第三個就是王岐山他還有可能和這個黨內的 其他的這些派系這些家族來結盟 尤其是和這個太子黨派系的家族來結盟 和江派結仇太深,和團派結仇太深,所以結盟不了了 但是太子黨家族還是有可以利用的空間的 那麼有他自己的班底,又有海外的 尤其是跟美國的,尤其是跟金融界的這些聯繫 然後還有跟太子黨結盟 這三者這三個方面全部調動起來了 那當然有能力來對於習近平發起一場攻擊 有政變的能力的,只不過是要等待機會 什麼機會呢?第一個就是政變的機會 現在中共是面臨著各方面的壓力 內部分崩離析,政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而一旦發生了政變,那麼首當其衝的要被人攻擊的 那就是習近平了,那如果習近平一受到了攻擊 而王岐山作為這個國家的副主席 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順的來接替他呢? 王岐山是不是可以順應大勢跟這個政變者結合起來 然後利用他副主席的地位把習近平推下去 自己上台呢?當然是可以的 那麼第二個機會就是民變 民變也是極有可能在今後一兩年之內發生的 現在美國是在盡力的在推動中國的和平演變 也就是中國的這個顏色革命 隨時都有可能爆發現在國內的這個民怨這麼強烈 經濟下滑的這麼快,民怨還在繼續上漲 所以說全民上街這個時間已經為時不遠了 當全民上街形成了顏色革命之後 那麼王岐山他可以作為黨內的有權力的人 尤其是在國家副主席的這個位置上面宣布站到人民的一邊 這個時候是不是就和民間的這個反習勢力結合起來了呢? 所以說王岐山現在還是有機會的 所以說王岐山現在是有能力也有機會 只不過是這個時機還沒有完全成熟 他只需要等到時機到的時候順勢而為 就可以向習近平報一箭之仇 我剛才說了這麼多好像是說習近平完全對不起王岐山 從個人關係的角度來講 完全對不起王岐山實際上也並非如此 因為王岐山過去對於習近平也不是絕對忠誠的 我記得習近平有一個馬仔叫李鴻忠 他說過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 如果按照他的這個標準 中共黨內沒有一個人對習近平是忠誠的 包括王岐山那王岐山和中共黨內的很多人 有一些共通點比如說他們都知道 中共這個大船一定會乘一定會出事 而且時間不會太久 所以說大家都在海外紛紛找好後路 但是他跟其他的人不一樣的地方 那些人就是等著船乘了以後 他們就棄船逃跑上岸到西方國家去尋求庇護 他們手上有資源、有能力、有核武器 隨便跟西方哪個國家談判 那些國家都會給他們提供庇護 因為大家畢竟不願意看到他們魚死網破 王岐山跟其他的人不一樣的地方 他不僅僅是要棄船、要登岸 而且他還在現在已經在造船 他還想造一艘新的船 將來天翻地覆、天下大變之後 他還能夠掌握政治上的主導權 這是王岐山比其他的所有的中共那些人 都要高明的地方 他現在已經在國內的民主陣營自由派裡面 已經安插了很多他的人 而且在海外他已經有了佈局 甚至是在海外民運裡面他也安插了人 而且這個人他的名聲非常的大 錢又非常的多 所以說很容易取得其他民運人士的信任 取得他們的擁戴 所以他的現在在海外民運裡面是個影響力 話語權是非常大的 這個人我們現在不能夠公佈他的名字 大家自己去想 當然了大家也放心 他這個人因為他是非常高階的人 所以說他也不會搞出那種 把你的一點點小事去向國內通報 這種小事他是不屑於作為的 他的任務是一個戰略性的任務 就是要取得海外民運的這種領導權 這種話語權將來為王岐山所用 而且這個人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並不是對於習近平歌功頌德的 因為他知道對習近平歌功頌德 那在海外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他對於反習是非常賣力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王岐山他也不是完全忠於習近平的 他在國內的和海外的這些佈局的這些旗幟裡面 都是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反習的 所以習近平打他也不算是完全冤枉他 他們之間勾心鬥角 這是始終存在的 今後還會繼續存在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民主陣營 無論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 怎麼樣對待王岐山這個人 怎麼樣對待王岐山的這些勢力 那我的意見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王岐山無疑他是屬於中共專制體制的 一個重要的成員過去也做了無數的壞事 為了維持這個政權做了很多的壞事 比如說他在2012年剛剛上台的時候 就給中共的那些體制內人士 推薦大家去讀就知度與大革命 目的是什麼呢?就是運用書中的一個觀點 說這個在專制王朝的末期的時候 你千萬別想著改革,你改革使得更快 你只有頑固的堅持你的專制立場 說不定這個王朝還能夠維持的長一點 所以說過去這些年習近平當局 對於鬥行逆施王岐山是要負相當大的責任的 那麼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 就是我們也要看到王岐山這個派系 他和習近平之間和中共其他派系之間是並不團結的 他們之間是有裂痕的,是有嚴重的分歧的 是有利益上的衝突的,那麼在這種時候呢 我們大家一定要促使他們這個利益衝突 他們的分歧擴大化 那麼將來有一天當政局開始發生變化的時候 那麼這些分歧它可以是用來促進這個變化迅速發生 甚至是用來促進變化向好的方向去發展的 那麼如果某一天當王岐山他宣布要站在人民的一邊 那開始反習的時候那大家當然要支持他,當然要接納他 那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呢一定要對他們加以防範 因為王岐山這個人他本身是一個專制主義者 他所做的這些事情並不是說要為國為民 要來實現民主的,不是的 他是為了重新再掌權,再掌握最高的權力 那麼怎麼樣防範他呢,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將來當顏色革命發生的時候 當民變、政變、兵變發生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積累起民主派自己的政治實力 要利用顏色革命、街頭革命的這個機會 盡量的組織更多的人群,盡量的掌握更多地方的政權 盡量的形成、盡快的形成全國性的民主派的大聯合 只有這種新生的民主力量最後成長起來 最後佔領了地盤之後 中國才能夠免於一黨獨大 才能夠免於獨裁勢力捲土重來 所以做到這三點我們就不用擔心 王岐山他個人心裡面到底想什麼 只要我們自己有實力了,他不管想什麼 只要他只能夠成為未來政治局勢當中的一個部分 成為未來的政治格局當中的一塊勢力 那麼民主就建成了,民主建成了 到時候我們再慢慢的來清算過去的這些舊障 那麼這個民主就會不斷的向更加完善的方向去發展 好,今天我的視頻就做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贊成我觀點的朋友請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同時也希望大家按一下訂閱鍵旁邊的那個小鈴鐺 今後有新的視頻出現的時候 大家就會接到鈴聲的通知 謝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下次再見!